潛顯易懂得各位看見這個 好很直觀的就是把他直接打進去嗎 好 好進洞 哎這次是人了 好那邊好多小鳥哦 好嗎打過去這樣子 我看我的手還可以這樣子 好前後前後 這就是很標準的高爾夫啊 打過去 要幹怎麼是人 嘿嘿嘿嘿 為什麼是人在飛啊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直接往前往前撞就好了 啊 好哦 原來是這麼陰險 好這個勒 下去 嗚 哈 怎麼變瑪利歐水管了 哇 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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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這款遊戲根本就是要顛覆你對高爾夫的一個 一個既定刻板印象你知道嗎 反正只要能打起來飛的他都稱之為高爾夫 啊我們應該是打這隻貓吧 我們去撞一個人好了 哎呦他怎麼噴一大熱狗出來 這兩樣 哈哈哈哈 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講這遊戲啦 連這樣也可以啊 水哦 哇 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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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花瓶 哇 增加難度了 現在是不能破就對了啦 不能撞到東西 好哦 啊 下一關 應該又是人飛起來吧 啊 死給一分不差 好 這樣都可以 哇塞 二滴耶 這個也做得出來啊 啊 我的天啊 怎麼變蜘蛛俠啦 完了 接下來又要幹嘛了 蜘蛛俠是不是 好 喵 嗯 懸崖二嘛 還沒有好玩 這個是六肝就可以六肝過關是吧 好 那我們 一發 啊完了 過不了了 哦 剛剛那一發錯了 哦 這樣可以 過關了 過關了 啊 好 這次一定要 過起來 我 這次 好 å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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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å 感谢观看